大家好,又是夏妙言 草芋楼的时间 首先要介绍这个展览 在10月23-28日 在日本桥的高岛屋八楼举行 这次是为了迈向三年后的 草芋楼100周年纪念的一个 迈向展的纪念展 也有超过100-150个作品展出 我亦很荣幸可以参加 第一次参加这个第一个前期 就是23-25日 希望大家如果到写东京 都可以去到高岛屋八楼 23-25日 在C section的内測 就会见到夏妙言的作品 我也可以透露一下 我今次的作品 是与秋天红叶和竹有关的 希望大家如果喜欢这些 都可以来看一下支持一下 去到草芋会馆 其实在很多装置和装饰上 都可以看到这次展览的海报 其实这个展览的主题 就是草月插花展进程地玩 希望大家可以轻松一点 虽然我都很紧张 但我希望可以轻松地紧张 或者紧张地轻松地去应付 所以练习很重要 我最近一直要插多些 插这一盘花 其实都是属于一个自由花 但是我们这个curriculum 就是这个书本的内容 就是属于第五课的 第26-29章的自由花 其实我用的花材 下面要人用的花材 我就用了两种 一种是很有趣的 它的名字就是 叫做 Ishijiku 其实它真是 即是无花果 所以你看到它 叮叮叮叮叮叮 也很有趣的 另外那个就是 白盒 Lily Yuli 我就把它放在一个花瓶上面 其实最早要处理就是 那些无花果 因为其实它的叮叮叮叮叮 你不小心它都会跌 那怎么去控制它的斜度 它又要看出来很挺 而且又要好像很有力度 然后我就再放Yuli在旁边 跟着就有版口水卫老师 Sagaguchi Mie先生 他的Demonstration 他做的这个展示 第二就是 叫做从多角度去欣赏 这个花艺 就是第三课的第十九章 就叫做 To be viewed from all angles 另外这个就是 属于版口老师他做的 就是第六应用 竞争形成花的 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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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ngke Moribama Variation Slanting Style Moribama 也是用了很鲜艳的 这个季节的花 我也介绍一下 其实在这个 草悦楼的五楼 也本馆摆花的地方 都有很多时候很多精彩作品 而上个星期摆的作品 现在已经摆完了 就是 Hanazaki Akihumi 就是 花旗阳文老师的作品 而在草悦的入口处 一般都会摆摆 其他老师的作品 都是非常之靓 我的星期摆的同学 沙智河 他的作品也很好 草悦会馆 记住 我们的展览23到28号 以下美容的作品 就会是C67 23到25号 希望在到时高等屋八楼见到你们 那我非常嬉烈 来週 聪月流 遊别 展覧会 高島屋 日本橋 八楼 我展示 前期 C67 的作品 展示 所以 是非ご覧下 Hello This is Dr.Serena I hope you can come to support me on the 23rd to 25th of October at the Takashimaya Nihonbashi that is the department store in the Japanese Nihonbashi on the 8th floor i will be there my art will be displayed over there so I hope to see you over there See you